hello大家好又是我飛合 其實我 DIMM 5 的長測都大部分, 大致上都完成 那最近呢有時候試試試字母 那樣....唉!! 字母哥的鞋子真的被我玩死的情況 那其實呢,我就是覺得它一定會解決到, 中間的礦瘤不夠 其實因為我剛剛訂了一些鞋墊回來 可以試一下 這裡還有足球鞋墊 因為我發覺腳跟的位置很累 穿的時候我也買了足球鞋墊 今天就一次過為大家看看 究竟有哪幾款鞋墊 我現在準備試 有些鞋墊一看回來的樣子 就覺得很搞笑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先說足球鞋墊 在網上看到足球鞋3D防滑緩震鞋墊 我看到它的小小 在足球網站上好像也不錯 這些評論都不錯 我就買回來了 其實它有三款 我買了最薄的一款 其實它有一款中間和一款厚 但足球鞋墊超厚 除非你買帶很多 否則都會有點難穿 但我這款最薄的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它只有3mm左右 前後大概是0.3mm 0.4mm左右 如果說中間的就是0.5mm左右 厚的就是0.7mm左右 所以0.3mm左右 應該對鞋墊穿下去 令鞋面貼得太緊的情況就會沒有了 我就買了這一款 這款有什麼特別呢 你看到現在很軟身 這些鞋墊之後 普通鞋墊 它在這裏和前後 其實都用了它那種叫做什麼物料呢 大家看看它什麼物料的名字 叫Poron的物料 這裏後面也有 前掌的位置也有 它的範圍都可以闊 平時都是這些普通EVA 其實鞋墊說到又可以散熱 又可以真的保護 又可以防臭 通常你都在這些無限寫的 這些再算了 其實這對鞋墊我自己買的 剛剛回來未試的 我看到後鞋這個位置 其實都突出了一點點 這個Poron的物料 就是一些比較偏向於 怎樣說呢 它會比較淋身一點點的物料 有些緩震的情況出現 其實對鞋一般來說 足球鞋 除非你買Adidas 那些頂級球鞋 或者買一些 Like的頂級球鞋 多一點點緩震的情況 其實一般來說 足球鞋都比較少緩震 貼地一點 因為始終它都是以貼地為主 即是角度很重要的足球鞋 所以呢 在緩震部分就不太夠了 對我這年紀來說 可以踢Bokeh的時候 腳跟位 我想大家都有時候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腳跟位 和阿絲 你見到的位置 其實長期有時候都覺得很痛 踢Bokeh的時候 所以有我這些鞋子 我都希望它幫到手 這一款就用來踢Bokeh用的 另外呢 我又跟大家看了另一款 我們隨便開來看看 這一款呢 就是我打算等到字母哥裡用的了 它呢 Sizeing 就由這個 41-45 這款 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因為京建達呢 京建達呢 京建達就是 我也是在極客那裏介紹的 極客那裏介紹的 極客那裏介紹的 那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它這個位 中間這個橋位 是這一款的 不是款款的 這個橋位這裡 它是加硬了的 所以呢 它這個位置的礦樓 就是在你的足弓位的礦樓 是做得好一點的 而前掌和後掌呢 也都好像剛才你看到的那款 這個可能又是一些 POLON的一些緩震的物料 那Soudeck呢 你在緩震方面 應該都有所加強的 那這個前掌的緩震呢 也都比較大 所以呢 可能用在這個字母那裏呢 也都會補足它原本前掌的緩震 可能略言不足的情況 那後掌這個有些多餘的 對字母來講 因為它原本雙氣 就是這個 Double Zoom 即是Stack的Zoom Airbag 那可能它再加一個 也是 真的多一點點 那但我雖然不覺得原本那個很正 那但是 加下去未必有特別大的作用 那還有呢 它這一款 這個經健打這一款 它這個 的吸位呢 會做得特別高 特別深的 那其實 可能它坐下去的時候 令到你的鎖墊也會做得好很多 所以我呢 對這一款的鞋墊呢 都蠻期待的 那其實都是 都是二三十塊的鞋墊 但是 我看它那裏說得好用 連網上評價都說好用的 經健打這個 那但是深刻它的 Promotion 又不是那麼多 所以呢 大家可能等我試完 告訴大家 行不行了 那我呢 我看到它現在 我扭弄的時候 這塊膠板都蠻硬的 那這一款呢 我也是蠻期待的 那我就會等在 字母哥那隻鞋裡用 因為它那隻鞋的抗扭 就是完全沒有的 所以 就等在那裏用 那其他 我的DEM5呢 試了這麼久呢 在現在可能跟大家說一說 就是覺得 它那個 是有 但是我覺得 對我的體重和年紀 都是差了少少的 那我就去買這一款 好搞笑的鞋墊 好像這些物質 就是恐懼症的鞋墊 那我來不要太低 太低 我自己都覺得害怕的 那看回這裏呢 它就是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 它們聲稱了一些 boost 的物料 那它有小顆 和大顆 的不同的物料 那這個就是大顆板 那它呢 主要是提供些什麼呢 它主要呢 就是提供 那個反撞令 就是它那個 回彈力是特別強的 那你穿下去的時候呢 是它那個 就是通常見它的下服呢 都跟人說 不是特別舒服 就是你沒有理由穿來逛街的 但是呢 它當你的動力來說呢 就是提供你那個 就是各方面 就是前掌後掌的動力呢 這一款呢 是很足夠的 就是可能你給你一些 加強力消爆炸力啊 first step啊 就是可能那些位置 就是可能再起跳 第二步再起跳那些呢 這個鞋墊呢 它是聲稱有幫助的 但是呢 當然呢 這一款就沒有一個 特殊的抗扭的情況 所以呢 你不可以用一些沒有抗扭的鞋子 那我又 所以我就放在DIM-5 因為呢 DIM-5始終也是有差一點點的 在這個 就是它那個 特別是什麼呢 就是可能有吸震 但是它那個 回彈呢 就不太夠 那我希望呢 這一款鞋墊呢 用完之後呢 可以捕捉到它原本的 就是回彈的情況了 但是它整體來說 它平衡度夠高 所以加一個鞋墊 如果是好了很多呢 可能呢 就變成另一對 就是比較理想的球鞋了 那我再介紹一些 另外一些 另外一兩款的鞋墊 有一款呢 我也不知道怎麼用的 這款 那我和大家看一下 這一款呢 一拿出來呢 我都不知道它發生了什麼事 好像啫喱一樣 啫喱撞的鞋墊 那其實呢 這一款呢 當然你一擴扭就不用想啦 那就是 但是呢 它的鞋 它的後鞋的位置 偏厚 又是啫喱狀 前面的位置都是啫喱狀 整體呢 這個面呢 就是全滑面來的 我想呢 你穿到運動鞋 你應該滑到抽筋的 這款面 所以呢 這款鞋墊呢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自己搞錯 什麼賣了什麼 它呢 就說是 可能是什麼 什麼羽毛球用啊 打羽毛球都沒有用 這麼滑的東西啊 那 又軟弱弱的喔 那是否用來製造緩震 還是製造潑線呢 都挺涼的 我心拋過得 那但是 真的不知道什麼 這雙 在這樣的物料 可能呢 我穿行街鞋呢 如果是FIT SIZE的行街鞋 不太夠緩震呢 這一款可能OK的 因為都挺軟的 那些啫喱 但是你說 作為運動用的鞋墊呢 我又不太解釋到 因為呢 它這個 它這個觸攻位 有少少位置 突出來了 但是很軟 口罩也都沒有一些 吸的 就是吸吸的地方 去做回一個 就是可以提供一個好一點的鎖 那我就 不明所以啦 這雙鞋 我不知道應該在哪 可能 暫時放在一邊先 不要管它 那到最後一款呢 就最搞笑了 這款 這款呢 我買完呢 都覺得 都應該是中一伏的了 那就照給大家看一下 那其實呢 這款鞋墊聲稱的特色就是什麼呢 就是它可以換 換後肘的那些物料的 但是呢 後肘物料呢 我只是看 它最吸引的部分 就是它有兩個ZOOM BAD 給你自己貼的 就是自己貼下去 ZOOM BAD就貼在這裡 這樣子 但是呢 我怎麼覺得是中伏的地方呢 鞋子沒有承托 這個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Hill Club 它有做的 但是呢 前面這個 啫喱位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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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被震物料 那些 那些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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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比之前那些少少的 但是呢 就是用這一包東西 這一包東西 這包東西的厚度 可能是已經去成 0.8-0.9mm 那些物料 貼在這裡 我怎樣貼到呢 其實 就是 讓你貼到膠紙貼到這樣 就這樣凸得出來 那麼你不斷進去的時候 鞋子就蠻起了 它那個 然後它的 擀裁 就是譬如我一擀裁 如果擀裁 那這個擀裁是擀裁不下的 就是你按不下 那我怎樣貼下去呢 你就踩了整個鞋子蠻起了 就是一看就知道 低能的 這個設計 沒有可能,你用了這麼大力感,都是這樣的 那你整個鞋子浮起,這個不是被人用的設計 所以認真來說,它只可以給你用的就是兩種物料 一種就是它原本那種Prolon的物料 這個有好處就是告訴你,這兩種物料有什麼不同 如果是普通的一些,好像小朋友玩玩具,貼的那些,公仔的那些 那些物料的軟爛程度就是這樣的 要用力才可以彎曲的 而這個Prolon的物料,就可以這樣的 你會看到,就算我用這面是用力很多,都做不回它這面的速度 所以這一種物料是真的淋身很多的 而這一種就好像小朋友玩玩具那些物料 所以很依靠,你想用後鞋子給你多一點反應 是貼一邊的,如果你說貼這一款下去 你看我的樣子都知道合理20倍的 因為這款你貼完之後,不會弄到鞋底墊出來的 但要貼也很煩,說真的,弄到鞋子墊什麼鬼 所以這一款,如果用這個設計是合理很多 而instead of zoom bag,所以你不買 zoom bag,就不要買了 其實你問我現在拿回來,上了手之後 這款鞋子墊呢,我都會償量一試 但你問我對它的期待程度都接近零 所以,都是同知跟大家說一下 可能你看到這個牌子的話,就不要買了 讓我先試一試,那就不要買了 今天這款鞋子墊就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我亦都說了,我會在什麼型號裡面 儘量試一下鞋子墊,看看它有什麼效果 之後,如果試到那麼長,我會跟大家說 其實我亦都有買一些鞋子墊,是黑科技 原本高性能那些 但是,那些其實二三百元的鞋子墊 又不是那麼普遍 我有時候用那雙鞋子二三百元,是很漂亮的 很正的,但是,如果正常人 又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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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按鈴鐺收回相關資訊 拜拜